澳门赌王的儿子何尤军在2019年5月向超摩西梦瑶求婚成功,并且在7月领证结婚成为夫妻,同一年10月小俩口迎来第一个儿子何广深,为何家在天仪壮丁,他曾被问到如何奖励老婆,奖励二字却引起轩然大波。 不过据悉西梦瑶的大礼已经到手,是一幢价值五亿港币的豪宅。 西梦瑶产子后,当时港媒向和尤军关心如何犒赏老婆,他卖官子,礼物就不方便讲,一定不会亲手。 但这种奖励的观念却引来网友批评,那是隔一级的词,老师奖励学生,上级奖励下级,老公奖励老婆为他生了娃,感觉好讽刺, 你当老婆生孩子的工具吗?什么叫奖励?能不能换成感谢? 何尤军事后解释自己从未用过奖励二字,也认为夫妻间护送礼物是很重要的。